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1年抬起头来往前看 行了 咱们说回今天的案子 咱们今天这案子挺有意思 叫不吃米饭的嫌疑人 2012年上海铁路警方侦破了一起盗窃案 并且最终抓捕了四名犯罪嫌疑人 这四个人倒是对于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不过呀 其中有一个人进入看守所之后 表现异常 最后查来查去 嘿 这人背后还有着惊天谜局 到底来龙去脉怎么回事 咱们先从这起简单的盗窃案说起 2012年7月份的时候 上海火车站警方接到了一则报警电话 报案人说自己的包被人给偷了 包里面呢 有着巨额现金 随后警方出动 开始调查这起盗窃案 报案人姓刘是福建人 本职工作呢 是在苏州从事福贸行业 主要啊 制作僧福 7月2号 他呢 去上海和合作伙伴商量生意上的事情 随身呢 贷了六万多块钱的货款 过去啊 在生意场上 很多合同合作都是在酒桌上谈成的 到了上海之后呢 跟合作伙伴就约到一起吃呗 又吃又喝的 聊得挺开心 合作伙伴呢 还叫了一份那个酒店自己特有的一种黄酒 这刘先生呢 实在是推脱不了了 那就喝吧 虽然说黄酒度数不高 但是据刘先生回忆 那一晚上啊 他喝了整整一瓶的黄酒 这玩意儿度数不高 你架不住喝的量大呀 生意谈挺好 虽然没直接签合同 但口头上这笔订单呢 算是拿下来了 刘先生呢 决定当天晚上就回到苏州 通知厂里边准备供货 晚上十一点十分 他赶到了上海火车站 就在这时候 酒劲上来了 哎呦 头晕脑胀的 可能很多喝过黄酒的人都有这感受是吧 喝的时候不感觉怎么样 喝完了过一会儿 这玩意儿是真上头啊 刘先生啊 晕头晕脑的 在看着大上海这霓虹闪烁 顿时就感觉眼花缭乱 刘先生呢 决定啊 先在火车站 广场上面找个凳子 坐下休息一会儿 行行酒 然后再离开上海 可没想到 刚走几步 一头就栽倒进了花坛里边不省人事了 因为喝多了呀 栽倒花坛里边呼呼的也就睡着了 这一睡 那可就顾不上自己的那个包了 这一觉啊 睡得还挺香 一觉睡到了第二天 到了凌晨四点多 这天呢 越来越凉 因为早上日出之前是这一天最冷的时候啊 他呢 被冻醒了 哎呦 赶紧就找自己这包 这包里面有钱呢 这才发现那包啊 不见了 他就跟警方描述 自己的包呢 是一个棕色的皮质的单肩包 里面有六万多现金 还有他公司的财务印章 法人印章 一本支票 以及几张银行卡 火车站 这是人流最密集的区域啊 当时呢 火车站呢 安装了不少监控摄像头 照理说 想着追踪背包的去处是比较简单的 把监控摄像头 这监控录像调出来 一看不就能看见吗 于是警方立刻安排警力 一路民警呢 在火车站周边区域进行排查 到各个旅馆 各个饭店 到各个居民区进行走访 另一路民警呢 就开始调阅这监控录像 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警方啊 最终抓捕了四名可疑人员 这起盗窃案就这样顺顺利利的侦破了 那么这四个嫌疑人呢 分别是李某 贺某 洪某和魏某 这四个人被逮捕之后证据确凿 也没有抵抗 直接就交代了犯罪事实 这四个人说呀 他们就是在火车站附近认识的 是专门从事偷盗的犯罪团伙 而且四个人之前都有案底 有人呢 是敲诈勒索 有人呢 是打架斗殴 也有的呢 就是之前有偷盗行为 这起盗窃案 现在犯罪事实清楚 作案人呢 也公认不会 接下来就是面临法律惩处了 这四个人呢 就都被关进了看守所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 警方却发现其中有一个人 可不太对劲 进了看守所 那么他们的饮食必然就是警方提供了 剩下那仨人呢 该吃吃 该喝喝 饭量还不小 唯独这四个人里边姓魏的这个人 表现不太正常 上海警方啊 提供的这主食呢 基本上就是米饭 这魏某啊 没什么胃口 其他三个人呼噜呼噜的这一吃吧 可是魏某每顿饭也就吃那么个一口半口的 而只要不吃米饭的时候 安排面食的时候 哎呦 你就看这魏某胃口这个好啊 吃的这个多呀 你要是吃面条 一下能吃好几大碗 看守所民警也纳闷啊 是不是咱这饭做的不好啊 也得保证人这些罪犯的人权呢 也得让人吃好喝好啊 就问他 是不是米饭做的不好吃 不合胃口啊 这魏某就说 哦 不是不是 我不爱吃米饭 我就喜欢吃面食 一开始啊 这个答复呢 也没引起民警的注意 因为这事都能理解对吧 要真是喜欢吃面食 不喜欢吃米饭的 那这饮食这么个表现 再正常不过了 不过随后啊 领导在翻看魏某资料的时候 哎呦 突然想起这个细节来了 根据魏某本人说 他老家是湖南的 湖南 是南方稻米大省啊 平时吃饭就是以米饭为主啊 那不吃米饭 你像都知道湖南吃粉 那粉也是米浆打的呀 怎么他这饮食习惯 更像是北方人呢 怎么这么喜欢面食呢 难道说 这魏某的资料是假的 警方啊 随后就因为这事 传唤了魏某 询问他怎么回事 这魏某就说 我特别小的时候 就离开湖南老家了 一直在外边闯荡 在北方待的时间久了 所以饮食习惯也变了 更喜欢吃面食 魏某的这个说法 显然不能让警方信服了 随后警方调取了 这四个人的档案 通过全国户籍系统 希望能查出 有价值的线索 警方啊 对这四名涉案人员的身份 犯罪前科 都在做进一步的调查 这一查 这魏某露出破绽了 因为他的身份信息 根本就没有办法 在这全国人口信息库里面找出来 而在公安机关的 犯罪人员资料库里面 这魏某确实有过多次前科记录 两次被判刑 四次接受劳动改造 那行政拘留的次数更多了 这是不折不扣的惯犯 在监狱和看守所待的时间 恨不得比在家待的时间都长 2012年4月份 他才刚刚刑满释放 结果7月份 又因为偷盗被抓捕 这么一个人多次违法犯罪 按理说不可能查不到 他的户籍信息啊 这样的情况明显不对 于是领导立刻决定 组织专案组重新调查 魏某的身份 很可能他不是简单的盗窃犯 他有着更深的背景 那么在魏某身上还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呢 咱们呢顺着上期节目来说 在随后的问询之中 魏某就一口咬定 我就是湖南人 是岳阳市文桥乡 小桥村张家祖人 于是啊 警方联系到了湖南当地警方 调取当地的户籍信息 看能不能找到魏某的信息 可得到的答复 四个字 查无此人 行了 这一下就能确定了 这魏某就是在虚构身份 那为什么要用虚假的姓名呢 为什么要隐瞒真实身份呢 很可能之前还有重案在身呢 他呀 多次在进入监狱 进入公安局的时候 蒙混过关 当时负责审讯的警察也回忆说 逮捕到魏某之后 他认错态度很好 积极配合警方调查 你说什么他认什么啊 特别配合 就是为了尽快处理 避免暴露身份 于是啊 专案组领导感觉到了事情的复杂性 他呢 也听取了看守所的同志们 有关魏某饮食习惯的这个汇报 挨个儿的又提审讯了当时一起进入看守所的三个同伙 李某贺某和洪某 一看戴罪立功的机会来了 这三个人要多踊跃 有多踊跃呀 仨人就说呀 他是不吃米饭 只吃面食 并且听他说话 口音是北方的 不像是湖南那边的 其中有一个人还透露说 哎 对了 他之前说过 月初啊 他的老婆和儿子来上海看过他 哎 这又跟当时魏某在审讯的时候交代的情况不一致了 审讯的时候 魏某说自己孤身一人 湖南老家的父母早就离世了 他呢 这才在全国各地漂泊生活 现在有了老婆有了儿子了 那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呢 警方在后续的调查过程之中啊 很快发现了蛛丝马迹 他说他的妻子曾经在七月初到上海看望过他 那么警方就决定 对魏某随身携带的物品再次进行细致检查 发现其中有一张银行卡 是中国有储银行的 在去往上海当地有储银行调查之后 发现这张卡呀 是七月七号开的户 新开卡的 这开卡日期就非常符合魏某妻子 到访上海的日期 但离奇的是 这张卡的登记人可不是姓魏 写的是牛鹏勇 那么这牛鹏勇又是谁呢 在全国户籍信息里边查查吧 能不能查到这个人的资料 这一查发现 牛鹏勇不是上海人 也不是湖南人 而是陕西人 是陕西省寒城市支阳镇人 这一下就行了 调查的重点 那就得更倾向于陕西了 上海警方随后联络到了陕西省公安厅 在陕西当地警方的协助之下 这个牛鹏勇的户籍资料 社会关系 这才查了个一清二楚 警方这一查才发现 有问题的呀 还不是这牛鹏勇 而是他的父亲 叫牛康斌 警方把牛康斌年轻时候的照片 与监狱之中的魏某进行比对 发现俩人太像了 也就是自然衰老之后的那个样子 也就是说 魏某的真名实姓 很可能就是牛康斌 那再查这牛康斌吧 有没有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实啊 这才发现在公安机关的 网络追逃系统之中 就有他这名字 牛康斌三个大字 牛康斌是被陕西省寒城市公安局 和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 分别因故意伤害之人死亡 和故意杀人进行通缉的再逃人员 这一下子 牛康斌本人 算是藏不住真实身份了 之前一直硬说自己是湖南人 可没想到 就因为不喜欢吃米饭 结果把真实身份给彻底暴露了 2012年8月3号 上海警方重新提审了看守所之中的牛康斌 给他出示了大量的户籍资料 照片以及网上通缉令等等等等 在铁证面前 牛康斌没办法隐瞒了 他呀非常懊恼的说了一句 这回我死定了 在随后的问询过程之中 牛康斌一五一十的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历 根据他本人交代呀 他犯罪得从1995年说起了 当年五月份 他呀在陕西老家的父亲和当地的邻居冯某 因为土地问题产生纠纷 冯家人在冲突过程之中 失手打伤了牛康斌的父亲 牛康斌一听敢打我爸爸 没完了 他当时正在煤矿打工呢 知道之后赶紧赶回家里 叫上弟弟牛康斌 俩人去冯家算账 牛康斌呢 这是有备而来的 带着铁锄头上的门 进去之后二话不说 可就发生了肢体冲突 混乱之中 牛康斌用锄头 打了冯家长子的脑袋 这冯某随后倒在血泊之中 送往医院抢救的路上 因伤势过重 不治身亡 牛康斌一看完了杀了人了 匆匆忙忙离开老家 逃到别的地方 他的弟弟牛康斌 随后被陕西韩城警方抓获 在审讯期间 牛康斌一口咬定 我不知道我哥去哪了 九几年的时候 大马路上也没监控摄像头啊 好多这些逃犯 一旦改名换姓 你再想抓到就很难了 牛康斌呢 沿着公路 一路逃到了河南 到了郑州之后啊 就开始打零工度日 之前反正也杀了人了 也犯了罪了 于是内心深处那邪恶的小火苗 是越烧越旺 随后认识了当地的几个混混 几个人呢 就开始商量着 咱俩挣大钱去吧 怎么挣大钱呢 抢劫去吧 1998年5月25号 牛康斌跟三名同伙密谋抢劫的对象出现了 在北战路郑州铁路公司的家属区里边 三个人实施了入室抢劫 受害人是一对夫妇 男的姓丽 女的呢 姓王 这受害人厉某王某夫妇 被牛康斌他们几个就捆绑起来 并且玩命的殴打 但这两口子呀 嘴也硬 一直不肯说出钱财的位置 牛康斌和几个同伙 用钝器击打夫妻俩的身体 最终导致夫妻俩都因重度脑损伤而死 人打死了 还没问出来钱放哪呢呀 搜吧 搜来搜去翻箱倒柜 一共四个人找到了200块钱 平均一人挣了50块钱 这个案子引起了郑州警方的高度关注 入室抢劫本身就是大案 更何况还入室抢劫杀人 两条人命 牛康斌从那以后再也不敢用真名实姓了 随后啊 用了个假身份 姓魏 他呢自称是湖南人 就开始全国的逃亡之旅 先后到过山西 山东 河北 江苏等地都躲过了警方的追捕 他从来不用身份证 银行卡 电话卡 就怕暴露自己 2002年的时候 为了赚钱 这才去到上海 白天呢就在车站外边啊 干黄牛 晚上呢就开始蹲点偷窃 专门偷那些睡觉的旅客的行李 牛康斌 给这个还起了一名字呢 叫杀死猪 牛康斌这些年呢 确实也挣了不少不法的财物 但是不敢放到银行里 他也不敢开户 期间得知老母亲病重 老家呢 日子过得挺艰难 哎呦 自己就开始后悔呀 我这有钱 我也不能孝敬 怎么办 最终联络上了老家的妻子 用儿子牛鹏勇的身份证 办了一张银行卡 在这之后 老家想用钱 就从这个卡里边取 2012年7月初 牛康斌的妻子和儿子到上海 就是为了办这事 18年来 牛康斌孤身一人 始终逃脱法律制裁 直到因为这次不爱吃米饭 彻底的暴露自己 一系列案件被查清之后 牛康斌随后被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改判死刑 行了 这个因为不爱吃米饭 而破获的命案 就为您讲述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电影杀人回忆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评分非常高的一部电影 说是在韩国的一个小镇上 出现了一系列的连环杀人案 警察经过十几年的查询 仍然没有线索 在片尾 宋康浩饰演的警察 绝望之中打破了电影的第四堵墙 直接盯着屏幕前的观众 在那凝视着 仿佛是在问凶手 你在哪 后来导演 在解释这个片子的时候 解释这个镜头的时候 说希望凶手 在电影院看这部片子的时候 内心不得安宁 现实中的老张 就像杀人回忆中的警察一样 白银鸡凶 誓死方休 2001年年初 冬日的深夜 透着那么一股子 彻骨的寒冷 已经接近凌晨的白银室 在街边灰暗路灯的照耀之下 略微显得有些破败 有一个幽灵 游荡在这片土地十几年 成为营绕在每个人心里的恐怖的梦魇 这一天呢 仿制女工王丽下班回家 刚打开家门 黑暗之中一个神秘的男人 鬼鬼祟祟的跟在他身后 急促的就把他推进房里 王丽猛然一惊 惊慌之间 把这个男人就推丧出门外 将门呢 就紧紧的锁牢了 惊魂未定的他 深吸了几口气 打开家里的灯 恍惚之间向窗口看了过去 这时候就发现呢 一个男人的人头正在冲着他笑 王丽当时吓得 啊 惊声尖叫 慌忙给自己的丈夫打电话 当他丈夫回来之后 接下来的一幕 让夫妻两个人难以忘却 那个男人 一直扒在窗户上 看着王丽 一言不发 还是在那笑 两个人迅速的报警了 几分钟之后 老张带着两位警员到达现场 遗憾的是再次与这个人 失之交臂 这可能是老张这几年 离他最近的一次 1988年到2001年 他已经连续作案八起 老张和数千名同事们 在白银多次铺开大网 走访排查多年 手里边拿着放大镜 看了近二十多万份指纹 却依然找不到他的行踪 噩梦并没有终止 逍遥法外 似乎成了凶手的宿命 每当有人同情犯罪者 讲出他们苦中的时候 老张总是恨得牙痒痒 他恨不得亲手带所有人看看 那些他曾经去到过的现场 去看看那些无辜的女孩们 被他强奸杀害 还搁下器官的惨状 自从1979年加入公安系统工作 老张就一直没有离开过白银市 而这次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刑警 他紧皱眉头 强忍住恶心 因为眼前这血腥的一幕 对他来说确实难以接受 1988年11月20号 在白银区东山路 一具女尸在家里被发现 受害人的颈部被割开 上身有22处刀伤 下身赤裸 乳房 双手还有下身的生殖器部位 都被用刀切除了 冬天里 这具被切割的女尸 皮肉还向外冒着热乎气呢 走出现场 老张点着了一根兰州香烟 深叹了一口气 沉寂了四年 那个恐怖的男人又回来了 这桩案子很快传遍大街小巷 整个城市再次陷入巨大恐慌 白银警方已经发现六起女子在家被奸杀案件 其中受害者还包括一名八岁的女孩 凶手手法相似 作案地点相同 老张在现场提取出指纹痕迹 证实了恶魔来临 这些反复出现的割喉 强奸 切走器官的命案 令毛骨悚然的白银市民开始传言 说变态杀手啊 专门挑穿红衣服的年轻女孩下手 我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 在春节时候有一部电视剧演的特别火 孙洪雷万倩主演的《新世界》 其中最变态的那个杀手叫小红袄 其实啊 就是根据白银案啊 找来的灵感 以白银案的凶手为原型创作的 渐渐的白银所有的妇女儿童 没人敢穿红衣服了 即便是白天出门 也会坠坠不安 权势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之下 这种巨大的压力 让老张和同事们喘不过气来 特别是98年 恶魔竟然一年之内 连续做下四起恶性杀人案件 这一次啊 甘肃省公安厅算是愤怒了 给白银专案组下达了军令状 要不惜一切代价 缉拿真凶 于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排查 悄然展开 为了不打草惊蛇 老张和同事们巧立明目 以组织身体检查 身份信息核实等等借口 对白银市所有男性 进行指纹和血型登记 任何疏漏或者弄虚作假 将被严惩不待 在此期间 老张观察了数万份指纹 但还是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无可奈何之下 只好挑选出一批年轻女警员 穿上红衣服 在白银各个生活区转悠 引诱犯罪者出现 老张知道这其中的危险性 从前面的作案手法来看 凶手一刀封喉 十分熟悉刀具的使用 一旦发生危险 必须有人在女警员身边接应 但离得太近 又无法让凶手下手 离得太远 又担心危险突然来临 在警方提心吊胆 小心放出诱饵几个月的时间之内 这恶魔依然没有任何的踪迹 案件 再次走入死胡同 到底是谁 能在如此大密度排查之下 神秘消失 他为什么强奸割喉了那么多的女孩 又为什么 在最近选择在杀人之后 割下被害人身体的器官呢 专案组啊 发了风势的忙碌着 凝重的气氛在白银市是逐步增加 高承勇当然看得到这一切 城市所笼罩着恐惧 让高承勇开始莫名的兴奋 因为他就是这一切的始作勇者 高承勇最关心自己的运气 面对警方如此大规模的排查 被自己这么轻易躲过 看起来这几天的运气着实不错 大排查期间呢 他一直在渝中县城河村的老家 守着那座古朴的高市祠堂 忍耐着那种杀人成瘾的欲望 高家人在渝中 早年间也算名门望族 族里甚至还出过进士 家风很严 高承勇虽然是在这仁义之乡长大 可祠堂家训远远比不上父母的溺爱的威力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 五个姐姐的弟弟 高承勇受到全家最好的优待 这就让他从小目中无人 心高气傲 特别是五个姐姐 在父母眼中不被重视 更让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女人 作为贫苦农民的儿子 高承勇曾经立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当他的胞胎哥哥因为没文化给别人当苦力 意外丧身黄河之后 心如刀脚的高承勇啊 对这份欲望变得更加的强烈 高考之前 他填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航天大学 却最终只有几分之差 遗憾落榜 第二年再考依然是名落孙山 这份打击让他难以承受 女朋友后来也离开他了 前途无望 与命运抗争无果的他 只能选择在家务农 但是高承勇这人是心比天高的呀 他不愿意承认自己能力问题 习惯性的将这个解释为时运不济 这也与现在很多的朋友是一样的心理 我为什么没有成就 我为什么过得不如别人 因为我的家庭环境没有别人的好 因为我的命运没有别人的好 但是不要忘了 有很多家庭环境比你还差的人 有很多经历了磨难的人 最后也取得了成功啊 取得了成就了呀 所有的原因我们不排除有外因 我们不排除有很多的客观因素 但是最主要的依然是主观因素啊 1988年刚结婚的高承勇 还是一贫如洗 高考落榜已经成为他的心结了 他就跟祥林嫂似的 四处抒发着自己抑郁的心情 此时父亲病重 妻子怀孕 在白银做苦工的他 流血又流汗 收入呢也很微薄 而原来的同学 大学毕业之后 被分配到了各个机关单位 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 当初没比他们差多少啊 就是因为几分之差 为什么命运如此的截然相反 极其郁闷的高承勇 在白银市买了一把弹簧刀 因为先前有贩卖葬刀的经验 他十分熟悉刀具的使用 决定用这个去报复心中的不平 弥补命运对自己的不公 最初高承勇呢 只想图钱 但在选择作案目标的时候啊 他呢 却不自觉的盯上了年轻貌美的女职工 小白鞋 这高承勇潜入这小白鞋家 没有丝毫的紧张和不安 大摇大摆的翻找东西 可运气实在太差了 没拿到多少钱 反倒被提前回家的小白鞋逮个正着 在小白鞋惊慌和尖叫之下 高承勇异常的冷静 把收音机的声音拧到最大 遮盖住了小白鞋的求助声 随后从口袋里掏出那把弹簧刀 对着他乱捅一气 房间里面 一台收音机 滋滋哇哇的响着 谁也听不到 这间平房里边到底在发生了什么 小白鞋倒在血泊之中 这让高承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兴奋 他看着小白鞋的尸体 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完全掌控一个女人 而且是这么漂亮的女人 他把尸体的裤子脱下来 上衣推到了双乳之上 试图兼尸 但突然出现的恐惧 让他没敢下手 只好匆忙拿走小白鞋的影集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躺在被窝里面 看了很久 或许是突然出现的恐惧 让他有所遗憾 或许是这种嗜血的快感 让他没能尽兴 又或许是女性的身体 让他有着强烈的渴望 这一幕幕景象 交替出现在高承勇的记忆里 他不舍得忘掉 他强烈抑制住内心的骚动 伺候在瘫痪父亲的身边 每日的端屎端尿 床前擦洗全身 在生活里 积极扮演着大家眼中的老实人 那个在高家祠堂里 被标榜的孝子贤孙 可谁也不知道 在他内心角落 一位渴望深渊的恶魔 期待着下一次的嗜血 甚至觉得 不会有人能找到他 自第一起案件发生以来 十年之间 恶魔已经连续犯下了六桩罪行 特别是这一年 疯狂做下四起案件之后 凶手再次消失 是警察动作太大 震慑住他了吗 还是他在寻找下一个猎物呢 刑警老张吐着烟圈 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 你说他是怎么想的呢 这个问题 老张不知道念叨了多少遍了 面对案情不可避免的陷入僵局 他有好几个月没有回过家 杂乱吐张的胡须 烟熏火燎的办公室和拉里拉他的衣服 老张和同事们不断的用茶和烟 强顶着自己连轴转的工作 有时候啊 老张的妻子会把换洗衣服送到队里 看到刑警们的情形难免有些心疼 办公桌上摆满了资料 五部线索征集电话 没完没了的响个不停 一天的餐食 不过就是几块饼 加点咸菜 一个队的人都是蓬头垢面 活像个乞丐窝 直到两年之后 老张和同事们又迎来噩耗 2000年11月20号 棉房厂家属院 28岁的棉房厂女工罗女士 下班之后在家里遇害 当天晚上 年幼的女儿放学回家 看到母亲的身体躺在床上 瞪大着双眼 头悬在床边 几乎都快断掉了 老张很快赶到现场 死状还是一如既往的诡异 受害者的颈部被切开 裤子被扒到了膝盖那 双手完全被割去 整个白银室 再次人心惶惶草木结冰 舆论都开始纷纷质疑警方的能力 老张是强顶着压力 配合着白银所有警察 武警 治安警 甚至是社区大骂 24小时 轮班巡逻 直守大街小巷 收集着城市里 所有男性的指纹 老张甚至把自己的手机号码 作为线索称级热线 向全国公布 总有人不分昼夜的打过来 就连睡觉他都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 电话一响 蹭的一声坐起身来 一边接电话 一边做记录 遇到紧急情况 抓起衣服就走 惹了妻子啊 不少的怨言 可是这种强烈的手段 依然没有拦住恶魔 再次苏醒 2001年5月22号 警方接到了一起报案电话 电话的另一端 是一个女人 已经不太能说话了 呼呼噜噜了几声 只留下两个信息 长发 本地 然后就没声音了 接线民警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没听清楚地名 没有安排出警 直到死者家属在家发现尸体 才通知到警方 老张赶到现场的时候 不禁是懊悔不已 这个地方是水川路 和刑警支队 只有一街之隔 如果接警之后 及时赶到 没准就能和凶手 迎面撞上 整个城市 现在骂声四起 市民对警察工作 感到极其的不满 老张也觉得 自己这次啊 丢人丢到家了 不知道多少年了 老张和他的刑警支队 每天都过得很压抑 大家脸上看不到笑容 神经紧绷着 生怕他们还在侦破的时候 再次发生命案 就算如此 也得顶着巨大的压力 和群众的骂声 继续工作 老张这一段时间 精神状况极为不好 这一天呢 满身泥泞回家 妻子见这情况 赶紧给他做碗面 老张一声不吭 埋着头 大口大口的吃着 吃到一半 他突然看着面前的妻子 嘟囔了一句 我一定能抓到他 之后 又低头吃了起来 老张的妻子 一度认为自己的丈夫 得了疫症了 确实 对于老张来说 方才受害者家属 生生的哀嚎 让他情不自禁 想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生命在眼前连缓陨落 而自己又无能为力 愤怒 悲伤 无助 彷徨 这一系列的情绪 纷纷的向他涌来 让他总是担心 如果有一天 恶魔降临到自己家里 那又该怎么办呢 而就在这一天夜里十一点 老张与凶手不期而遇 老张发了疯的似的 在那喊着 就是他 凶手就是他 但是所有人无动于衷 看着这个神秘人 离自己家越来越近 而他又无法阻拦 惊慌的妻子啊 赶紧把老张摇醒了 回过神来的 他才发现 原来这是一场梦 这个寂静的晚上 老张这个年过四十 铁骨铮铮的西北汉子 哭了 他紧紧抱住自己的妻子 哭喊出所有的压力与悲伤 2001年 此时的高承勇 已经37岁 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从第一次杀人 到现在13年来 手上沾染了八条人命 又是一年清明节 高承勇十分不情愿的 回到老家 在成河村高家祠堂中烧纸 在他看来 这种祭奠祖先的行为 十分无聊 并且没有意义 但不知道为什么 高家这些人呢 偏要有这些繁文入节 来证明自己是所谓的孝子贤孙 家中组长 不厌其烦的诉说着高家人的荣耀 仅仅是高承勇这一辈 就出了五个大学生 而且最近一位远方堂叔 还在市里当上了干部 组长高亢的在祠堂中宣称 这些好运与福气 一定来自于祖先的庇护 高承勇没有心思理会这些 特别是那个远方堂叔 跟自己扒杆子打不着 当干部有什么好庆贺的 匆忙走完过程 心情烦闷的高承勇 回到白银 准备寻找下一位女性 解解自己的心头之痒 高承勇仔细回味着13年来 他所做的美妙时刻 八条人命 每个都让他兴奋到难以忘怀 看得上的女人就强奸 看不上的就杀掉 这种屠戮和控制的快感 让他感觉征服了整个城市 他深深上瘾了 他无法自拔 心仰难耐的他 很快瞄准了下一个目标 5月22号 他潜入罗某家 杀害了这个无辜的女人 他甚至没有想过 这地方与刑警队只有一劫之隔 也没想到这个顽强的女人 在临死前拨打了报警电话 高承勇总把这些看作一次赌博 他做完案之后 在洗脸盆里 洗干净了手 不急不忙的从房中翻出几百块钱 大摇大摆走出去 结果来看 这第九起案子 这第九起案子自己又赌赢了 运气还不错 白银市再次陷入乱象 甚至影响他所居住的清城镇 高承勇的妻子 听闻旁边白银市接连出现凶案之后 晚上不敢一个人出去 只有等到高承勇来了才敢一起出门 亲戚聚会之中 高承勇啊 总会把白银案各种所谓的听到的细节分享给他们 让大家是嘖嘖称奇 可是谁都不知道 这哪是高承勇听来的呀 这分明就是他自己做的呀 唯独两个儿子 高承勇因为长时间的躲避排查 外出打工 很少陪伴在他们身边 导致儿子对他陌生 情感淡薄 这让高承勇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高承勇认定自己可以一直这么干下去 源源不断的去到那些女人家里 满足自己恶魔般的欲望 直到2002年 意外出现了 2002年 老张开始三天两头的往外地跑 看看外省发生的案件 能不能与白银案并案侦查 可就算是跑断了腿 仍然一无所获 办公室内五部举报电话 还在不停的响着 各种信息向这里汇聚 可是仍然找不到关键的线索 就在老张几乎筋疲力尽的时候 恶行 再次在白银蔓延 2002年2月9号 早一点的时候 25岁的朱某在白银区桃乐春宾馆遇害 颈部被切开 上衣推至双乳之上 下身赤裸 遭到抢奸 老张到现场之后 嘴里面默默地祈祷着 到此为止吧 别再继续了 1988年至2002年 14年间 白银市发生了十起连环杀人案 有十名女性相继被害 受害人中 竟然还有一位年近八岁的女童惨遭抢奸勒死 如此残暴的恶魔 难道你就没有家人和孩子吗 老张啊 总是在心里发出这样的质问 那些刚刚结婚的女性 刚刚有孩子的妈妈 她们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 幸福还没有消散 就被罪恶 深埋黄土之下 还有那些年轻的女孩 她们是父母心底 最柔软的地方了 被你撕扯 被你割碎 就像垃圾一样 遗失在血泊里 这一天老张回到家 女儿欢快的跑了过来 向父亲送出拥抱 老张眼角含泪 为了安全 他把女儿送到了 隔壁渝中县青城镇上学 女儿拿出成绩单 眉宇之间似乎有些遗憾 这次考试 他因为失误 考了全镇第二名 与第一名 只有一分之差 老张原本不是个冷淡的父亲 他对女儿疼爱有加 但是现在 因为长时间忙碌 没有办法过上家里面 女儿啊 好像突然长高了挺多 老张看着 都有些恍惚了 他安慰女儿说 下次好运 一定降临在你身上 同时他也是在安慰自己 他期待好运的来临 仿佛是老天听到他的祈愿了 2002年之后 白银连环杀人案 就此告一段落 接下来 没有受害者出现 曾经像一片乌云 压迫在整个白银市上空的恐惧 渐渐消散了 只有在寂静的深夜里面 会被人偶然的提起来 恶魔去哪了 是死是活 他为什么突然消失 老张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放松警惕 依然奋战在自己岗位上 苦苦地寻找着他的踪迹 老张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 当年超过自己女儿 在青城镇考第一名的男孩 是恶魔高成勇的儿子 2月9号 高成勇杀完人回家 当大儿子将期末考试成绩单 递到自己手上的时候 他沉默了 青城镇第一名 这是高成勇做梦都没想到的 儿子竟然在学习之中如此出色 他想到自己当年高考的遗憾 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 也要给儿子创造更优厚的条件 高成勇举家搬至白银 让儿子去最好的学校读书 为了凑足日后大学所需的费用 他远走内蒙古 当起建筑工人 积攒着对日后幸福生活的保障 可他没有想过呀 惨死在他刀下的11名女孩 他们又何谈日后呢 11个家庭又何谈幸福呢 恶魔销声匿迹 不代表老张 就可以掉以轻心了 他还是豁出去全部的精力 铺在追查案件上 可老天似乎就要跟他开个玩笑 2006年老张被查出肺癌 从工作岗位之中啊 就退下来了 住上医院的病床 焦躁的老张 每天都想要把肺都咳出来 每当有同事过来探望 就紧抓住他们的手 追问白银奸杀案 现在的具体情况 随着病情持续加重 十日不多的老张交代 完了后事 最后不禁哭出了声音 他跟妻子说 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不能见白银案的凶手 被绳之以法 2009年 老张在医院之中去世了 他对白银案的调查 也算是彻底收手了 2016年 52岁的高成勇 在白银工业学校 经营着一家小卖部 这个面色沉稳的中年男人 每天的生活 不过就是进进货 卖卖东西 去河边溜溜弯 和老婆跳跳广场舞 自从两个儿子 都考上大学之后 高成勇的笑容啊 逐渐多起来 妻子告诉他说 等二儿子在外面站稳脚跟 咱们举家搬到成都 这让高成勇极为高兴 殷切的盼望这天的到来 这一年的清明节 高成勇呢 跪倒在祖宗排位之前 虔诚的烧纸祭奠 他近些年来的转变呢 有点让亲戚们 摸不着头脑了 以前呢 他最反感扫墓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啊 总是带头祭拜 还有个变化 就是族长口中 那个在白银市当官的 远房堂书 听人说 因为行贿受贿被抓了 从此再也上不了 高家祠堂的牌面了 高成勇听了 这心里啊 甚至还幸灾乐祸呢 可他并不知道 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唐叔 正是把自己送去审判的关键 2016年8月26号 暑假即将结束 白银工业学校 为开学做着准备 一队刑警穿过校园 直奔小迈步而去 看到这阵仗 高成勇有些慌张 但他没有歇斯底里的逃窜 而是任由刑警们 戴上手铐 将他押送至车上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知道杀人吗 至此轰动一时的白银 特大连环奸杀案 凶手高成勇 逃脱法律制裁 二十八年之后 在一个平静的午后 就此落网 一时机器千层浪 老张的妻子啊 在这几天 不知道接了多少电话 有老张以前市局的老战友 也有省公安厅的老同事 就连出门溜弯的时候 遇到熟人 也会打招呼说起来 所有人都嘱咐他 一定要把破案的消息 告诉老哥一声 妻子从床头柜里 拿出那个 已经泛黄的警官证 老张啊 这回你可踏实了 再也不用惦记 你追了二十多年的人 终于抓到了 从1988年到现在 可算是了结了你的心愿了 在狱中啊 高成勇才得知 因为远房唐叔 行贿受贿落网 警方采取了他的DNA 进行分析比对 竟然发现 这个唐叔 与白银案凶手的DNA 有亲属关系 这才顺藤摸瓜 找到了自己头上 运气 最终没有站在高成勇这边 恶魔的最终结局 就是迎接来自正义的审判 2018年3月30号 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外 围惧着很多的白银市民 他们专程赶过来 聚在一起 聆听正义之锤 对恶魔的最终裁决 杀人罪 抢劫罪 抢奸罪 侮辱尸体罪 恕罪并罚 高成勇被判处死刑 在庭上 一位中年妇女 已然是气不成声 大声呼喊着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高成勇 也料到自己的结局 认罪伏法 无论恶魔 如何隐匿在黑暗之中 总有光明 使他无处遁形 二十八年之后 白银案 就此尘埃落定 或许在新科学技术 辅助之下 未来行真 将会无比的强大 但是我们也要铭记 在那些年 条件苛刻 一穷二白的环境之中 老张和他所有的警察同仁 用自己的汗水与生命 坚决捍卫着心中的正义 保护着我们 每一个人 一分之下 的 监想 试试